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如何摆脱悲观的苛救 著名的悲观哲学家舒本华说 人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人生就好像钟摆一样 左摆虚空 右摆无聊 停摆死亡 我们如何摆脱悲观的苛救呢 各位想一想 你常常感觉是度日如年呢 还是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总是时间不够用 如果你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总是不够用 那表示你的日子也不是那么痛苦难熬 如此这般的话 为何要如此悲哀呢 我们可以去摆脱学习摆脱悲观的苛救